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破400字的世界青年记录 到了甲加达泳池大战 转战长池的王简佳和再400字 800字和1500字完胜离兵前并创造亚运会记录 首次出战亚运的王简佳和用行动证明 从短池到长池 照样可以轻松华丽转身 值得一切的是 王简佳和从长池到短池的无缝对接上也毫无违和感 其中在爱因破温站800自由出8分03秒到16度冠 打破全国亚洲记录以及世界青年记录 400自由出3分54秒63 刷新亚洲记录以及打破世界青年记录 据世界记录只差0.11秒 如今在布达佩斯战中与梦想较近现实 纵然破记录成常规操作 但这次创造的353秒97记录更值得大书特殊 这是中国选手首次打破400字世界记录 即使一哥孙养也未做到 而这个400字记录 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短池世界记录 期间为止 王简佳和手握短池400字世界记录 4004和800字的亚洲 全国和世界青年记录记录 以及长池的亚运400字 800字和1500字记录 总共10小记录在手 要知道 这是王简佳和在一年之间交出的成绩单 因此展望短池世锦赛 除了在400字和800字上开启夺金模式 甚至有望在成绩上更上一层楼 将目光放长远些 在亚运通杀礼宾节的王简佳和将一打破长池的400字 800字和1500字亚洲记录为底阵 目前这三项记录是李宾节保持的4分01秒75 8分15秒46 15分52秒87 而王简佳和今年的最好成绩为4分03秒14 8分18秒09 15分53秒01 差距是1.39秒 2.63秒 0.14秒 无需可言 王简佳和去超乌迪格莱德基仍是奢望 但冲击李宾节的亚洲记录确实非常有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